至於復活而言 復活眾生是全知道眾生的 即是說復活對於上主來說 是沒有任何的難度 但是如果我們在我們的觀察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有在新的現象 所以就算是我們的概念來看 好像你看一些樹 可能冬天只剩下一些枝的 都好像死光了 但是到春天、夏天 它就會長很多燕 你都看到它在新的一些 我們周圍有在新的可能 就算是你的手、皮膚、細胞 你都知道十年前到十年後 已經是全部變成了 因為你的人根本都是在新的 所以上主將一些 我們世人死了再復活 接受上次的審判 在古蘭圈裡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人始終我們的智慧有限 去創造我們就了解 所以他告訴我們 這個對於上主來說是沒有任何的 上主是會這樣做的 這段他也提到 如果上主會將那些崇拜狗像 和不相述上主的人 迷惑的人會集合在一起 這些人就是會叛上主 究竟是人家使你迷惑 因為你自己選擇就是會氣上主 這裏說哪一人都是我這個審判人 彷彿人變得如果否認有審判人的來臨 否認跟上主相見的人 他這個就是不遵循政論下 是一個規制的人 所以這就是伊斯蘭的集中信用之一 我們要相信後世的審判人 他在這裏說到 當我們看到徵兆的黎臨 接近我們的時候 我們如果不覺悟的時候 到復活來的時候 他說對於他們那裡有效呢 就是說當審判人來的時候 你才覺悟呢 遲不遲啊 太遲了 已經沒有效率去覺悟 所以當這些徵兆出現的時候 是提醒我們審判人的例子 我們要面對我們的審判 以及我們要為我們的將來 為我們的後世來打算的 那這裏也提到 那章節也提到就是 審判人的時候是怎樣呢 有報國聲 那些人就在佛墓出門的 好了 那既然我們看了很多關於 《古蘭經》的描述啊 後世的火辱啊 或者是天堂的生活啊 那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去 為後世準備呢 或者如果真的有世界每日的時候 我們應該準備些什麼呢 那當然啦 每個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剛剛我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想著可能賣了房子啊 不要工作啊 好好地去享受這個人生啊 那在《古蘭經》他提醒我們啊 他說不要受今世的享樂 或者欺騙我們啊 那他說還有些什麼呢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然後有一點點古蘭經的章節呢 就說後世的 那這裡呢 因為上主要告訴我們 我們選擇今世 但是告訴我們後世會更好 我們怎樣才能夠得到兩世成功呢 就要跟隨上主的指引去做 那這段呢 他提到呢 就是後世是被今世感到的 因為今世不夠啊 後世是永遠的 所以呢 如果要獲得後世的時候呢 信徒要練呢 要努力去做好自己的責任啦 那你的努力呢 是不會白費的 上主是會報酬的 他說敬禮的人呢 他說呢 我們應該就是去行善啦 行善的時候呢 你會享受到今世的美好的生活 也都能夠呢 後世是得到上主的上賜 就是說 能夠成功的時候呢 我們要跟隨上主的指引 好了 這裡呢 古蘭經上主告訴我們 我們現時生活 我們要追求什麼呢 可能是好玩啊 好吃啊 要有娛樂啊 要開心啊 要有財產啊 要有錢啊 要有子女啊 這些呢 上主告訴我們 這些都是一些裝飾而已 不要讓這些裝飾欺騙了我們 我們要知道呢 這些都是暫時的 短暫的一些享受而已 不要呢 因為這些享受 欺騙了我們 我們要顧及我們的後世 我們要顧及我們的後世 後世的刑罰是很嚴閉的 如果我們做得不好的時候 所以怎樣才叫做得好呢 我們要取悅上主 誰才能夠取悅上主呢 就是跟隨他的指引去做 但是呢 今世的生活呢 只是欺騙人的一些享受而已 那這裡更加講到呢 今世的生活呢 最喜歡的吸氧和裝飾 那它更加長久的呢 就是我們的後世 所以它在下面的那個 它講到 它說呢 後世的確是 品格是更高的 更超越的 這裡呢 其實都提醒我們 後世的存在 上主 怎樣報酬我們呢 後世怎麼才能夠成功呢 就要看我們今世的作為 我們要敬畏上主 我們要服從上主 以及接受 跟隨上主的指引去做 那上主的指引在哪裡呢 當然是古蘭經和聖書 聖書的教導 古蘭經的指引 那它的確呢 它是給我們很多跡象 是不讓我們知道 上主的存在 以及審判人的內容 現在呢 今世的生活呢 只不過呢 是娛樂遊戲 但是後世呢 就充滿了 我們的 我們的 是永恆 以及如果我們今世做得好的時候呢 後世呢 是會更好的 對 所以說呢 後世對於你來說呢 確實是比今世更好 上主呢 是會必定賞賜 去取悅上主的人 即是說 跟隨上主做 做主導做事的人 那這裏怎樣才能夠跟隨上主呢 在這裏呢 說到要緊守拜公啦 元納天貨啦 即是說上主 他給了一些功課 我們做上主的功課呢 其實是不能夠培養我們呢 在道德行為 各方面是有一個正面的方向 在國人紀錄裏呢 至於他都說呢 後世他會 賞賜那些敬畏的人 敬畏即是說 楊善子 這些就是敬畏的人 軟離火辱的人 好了 所以呢 在宗教角度來說呢 我們 總括以上剛剛所說的 就是我們要尋求的 是兩世的幸福 我們不是說 信循主導就不得到幸福 信循主導才能夠 令到我們的 心靈上 精神上 和我們用體上 是得到一個和平的 所以我們今世的幸福 也都帶來呢 我們做土的時候呢 在後世审活日的成果呢 也都得到這個幸福 那我們要雙順上主啦 要復行他的功説啦 因為這些的功説 其實我們說取悅尚主 尚主是大能的 我們做的事是不會影響他 但是取悅尚主的意思就是 跟隨他的主導來去做 這個就是取悅尚主 那他給一些功説我們是甚麼意思呢 是令到我們能夠成功 能夠可以在他的指引裡面 是不會走向邪路 走在一個直路上 所以我們要奉行他的功説 所以在伊斯蘭的角度呢 我們不是信就夠了 我們是信而行事 因為我們要跟隨上主的指引去做 這樣才能夠得到更加堅固 和更加走在直路上 所以我們生活要努力啦 所以在伊斯蘭的角度呢 我們不應該 我們有能力的時候呢 不應該依靠他做這個 我們叫甚麼 黑蓋 我們叫甚麼 黑蓋 就是不可以做一些黑蓋去 就是靠人去給錢你 而你有能力去自己去貢獻社會 這些都是不鼓勵的 因為順著給我們的能力 我們應該是可以 就是貢獻社會做好 所以多度善功啦 善行啦 那這些都是 在伊斯蘭的角度呢 我們有一個直面的人生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大家 有沒有甚麼 現在是密集的時間